花蓮市志强国中女子篮球举行的深耕活动训练计划 趁着暑假期间重点培植学校的女篮队伍各项训练 希望可以增进球员们的基本体能还有篮球技术 市长温家院特别前往鼓励女篮队员 希望他们接下来各项比赛当中都可以斩获夹击 花蓮市志强国中篮球队去年度的JHBL赛事当中 首度男篮和女篮双双打进前8强 获得了第5名和第8名的成绩 为了经济队员们的体能和技术 特别在暑假期间开办了篮球深耕活动训练 因为我们学区国小一直没有女篮 那我们希望说借由这样的一个深耕活动 也能让国小的有兴趣 而且有底子的孩子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训练营 那以便说他身上国中有意愿来就读我们的体育班 也跟我们的女篮队做个衔接 那这次有来参加的也有西林国小的孩子们 那表现也非常的好 那我们也有带他们一起出去参加 花冬快速道路杯的比赛 获得了冠军 那也希望说将来有更多的孩子 能够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深耕活动 花联市长魏佳燕特别前往鼓励女篮队员 希望他们在接下来比赛当中可以掌握佳机 那我们自强国中有跟花联市公所申请我们培序的一个计划 那在这边其实培序的计划维持了大概一个多月 那也即将要结束 那今天特别来看看我们所有的孩子们 那我们也知道自强国中的篮球男生非常的优秀 那在几年前都一直保持着甲组的 有两次的第一名 那有一次是第二名 那还有一次第三名 那这次在这几年也不简单 女篮也不简单 那好不容易突破了八强 那未来也希望他们持续能够加油 那我想女子打篮球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那借着这次培训的机会 也跟我们所有的小学妹喊话 希望他们努力的为花联加油 也为自己加油 那未来有需要我们的地方 不管各项的所有的单项 我们都会持续的来为大家努力 来为大家加油 近两个月的训练内容 包括了基本体能控球技巧 小组和个人攻防能力 以及团队战术搭配的演练等 也透过现代运动科学方式 针对每位队员做出合适的训练课表 让志强女篮队的整体成绩可以更进步 市长强调 华联士公所未来会持续支持 各项运动赛事 以打造运动城市为目标 来延续花联体育王国的美名 介续会欢迎市报道